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群组 接下来第二步骤 选择工具列中的文字工具 字体的挑选上可以尽量选择粗体为主 我们将文字压在这些色块上面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复制同个文字 放在下面做备用 将上面的文字跟后面的颜色色块选取 按下滑鼠右键 制作遮色片 把下面的文字 拖曳到上面的文字 我先按下滑鼠右键 排列顺序 一致追后 一样修改它的颜色 接下来选择物件 展开 接下来使用钢笔工具 我们把这里的缝隙填起来 那在颜色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比较跳色的颜色 这样子会看起来有点立体的感觉 接下来我将涂层一锁定 新增涂层 在工具列上面我选择 椭圆形工具 先点选颜色 汇制出一个圆形的物件 再点选其他颜色 接下来将这些色块 随性的散布在任何你想要放置的位置 接下来工具列 我选择新型工具 按下键盘中的comment 你可以将星星调整是比较锐利的 或者是比较有圆角的感觉 大小部分我想要缩小一点 一样是非常随性的 看你要复制在哪里都可以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然后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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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